各位國旗班的同心 大家早上 我們今天這個 題目叫法理眼光看現實台灣 我們今天修正這個投影片 這裏有四個當事人 有四個當事人 其實我們來台灣民政府 想法理的課程 我們就是要來了解說 這四個當事人的關係是怎麼樣 請問這四個當事人的關係之後 你知道我們走的方向 還告訴我們走的結果 應該怎樣 你只要預期的到 不然你的會很紛揚 不然你的會很紛揚 像這四個當事人 你有發行嗎 怎麼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有看到這裡嗎 對啊 所以剛才上一節民主長有跟你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有什麼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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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目前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建設這四個當事人 這當事人 我們努努少少 用這些投影片 我們跟大家分析 這個關係裡面 就去看 你就知道說 原來我們台灣人被人家乘封了 那麼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被乘封了那麼久的 這種屬性 終於在 你來接觸台灣民政武後 你就逐漸的 可以了解 這樣 其實 剛才聊到那個官的以外 我們來這裡受訓 其實就好像 就好像是一個疑心 你來做一個診斷 你要診斷什麼東西 你要診斷現在台灣人的頭部裡面 他所想的 他所認知的 到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你自己要有一個類似一個 做疑心的那種 那種 那種 我們說 你來診斷看看 現在這樣診斷下去之後 你才知道說 到底 破片的台灣人 他現在的症狀是什麼 怎麼樣給他開藥單 讓他可以回合健康 來看 我們台灣民政武 有一些網站上面的訊息 希望大家多鼓勵 其他的臺灣同胞和其他親朋好友去看 像這臺灣民政府YouTube上面的影片 這個也可以去看 臺灣民政府他有一些訊息 可以透過推特也可以去看 推特出來之後他通常是連結到 我們的那個民政府的官網裡面 所以看比較少他就直接連結到民政府的官網裡面去看 所以說大家如果有在用電腦的YouTube和Twitter 這個都可以使用 好 最近這個度 這是什麼 這是地球 我請教一下 地球是他們的還是平的 你現在覺得很好笑 我來問說地球是他們的還是平的 你現在看這地球是他們的 但是呢 在你現在這個當下 你會覺得地球是他們的 但是你要把時間往回溯 溯到十五世紀以前 那時候人民的人 因為地球是他們的還是平的 你是因為地球是平的喔 對啊 但是地球是他們的這件事 在十五世紀 就是說地球生存以來 它本來就是圓的嘛對不對 但是人的人的 會讓你對於看事情 或是說做事 因為你的人的不一樣 所以你做事的結果會不一樣喔 就像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現在在推行的法理論述 你對台灣的國際地位的看法 如果是 這個 中華民國給你那一頭 你的認知 就好像是認知到 地球是平的那件事情是一樣的喔 你了解喔 所以說認知很重要 正確的認識它也很重要 你了解喔 來 那這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的圖示後 剛才地球是他們的還是平的 這件事 對 平的 這張圖是那張圖的人 圍出來的 十五世紀 進城 大航海時代進城 因為那張圖的人頭上 因為地球是平的 所以它展現出來的這個圖像 它就把那種圖示在這樣的圖裡面 因為地球是平的 所以說 從我們走去海上 海上會來 來到世界的什麼 盡頭嘛 會來到世界盡頭 來到世界盡頭之後 就想說 到世界盡頭之後 就像一個大瀑布 從我們到那裡摘下去 那位萬丈深淵 萬丈深刻 下去之後是不是有危險 所以說 這個去航海 來到世界盡頭 很危險很危險 所以會不會讓人的這個 冒險的心 會這樣 這樣 斷掉 去探索 新的事物也要斷掉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是那些人 頭上來裡面 因為地球是平的 所以它展現出來的 的生活是這樣 但是呢 在這個大航海時代 有一個人 他跟白人 沒什麼樣子 因為他所觀察到的 跟他的認知 跟平常人 沒什麼樣子 這個人 叫什麼 個人部 我們知道 個人部 他是不是去航海 發現新大陸 其實那也不是新大陸 他本來就在那裡 這個以前的人 因為怕 因為地球是平的 所以不敢出力 所以沒有發現 那一塊大陸 在個人部那個時代 在個人部那個時代的人 普遍的人 都因為說 地球是什麼 平的 這個地球是平的 一般的人都因為說 在那個大西洋上面 窮灣很多這個monster 尤其是猛獸 放滿很多猛獸 在這裡猛獸很大隻 大到說 嘴殿開就好 就讓他們 那個巡 都沒有帶走下去 那個巡人的情況 要想說 覺得很好笑 但是那是那個巡人的情況 因為大西洋 充滿了猛獸 很大 然後會把我們的船 吞下去 所以 很危險 對不對 現在那個巡人 就是 來到 在海面 還有這種 很大很大 最大的瀑布 Waterfall 很大的瀑布 來到那個瀑布的時候 做什麼 會摘下 摘下就是粉生水谷 所以處理航海很危險很危險 但是呢 各的瀑布呢 當時各的瀑布 他有什麼科技 跟Google地圖 跟Google Earth 也沒有 但是他在地球上 但是他的觀察 他認為 地球都不是平 對不對 地球都不是平 所以他說 他認為他非常確信 地球都不是平 所以他就要跟 認為地球是平的 這種人的想法 他就要跟他對抗 他就要跟他對抗 他就要跟這種地球是平的 這種 Foolish belief 就是很愚蠢的 那種想法 他跟他對抗 對抗跟 對抗 成功後 人對相信地球是他們的 地球是他們的 地球是他們的 之後 就比較容易跟他怎麼樣 一起去航海 最後他發現了新大陸 好嗎 所以 在那個時代裡面 他的感覺 根據他的經驗 他感覺到說 地球是圓的 所以 他很確信 這樣會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回頭回來看 我們台灣 普遍的人 普遍的人 他也是存在著這種 叫做Foolish belief 這種Foolish belief 其實 也不能說怪台灣人 應該是說 王阿民國 這個蔣介石集團 帶這個桌子來之後 用這種 不屬實的 歷史 還用欺騙的 這種教育 給台灣人 都不知道 所以 他就要這樣說 根據科羅宣言 1945 10月25 台灣光復 這不對 這不對 但是 以前都這樣給你加 加久了 你會說 好像是真的 扣子也是這樣扣 對不對 你若扣子 你若沒寫這個答案 你會有分數嗎 沒有分數 但是這個答案是對 真的是錯的 對不對 但是他把錯的 當作是真的 要這樣給你扣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不對 這就是 因為用這種教育的風險 讓我們 普遍存在這種Foolish belief 所以 因為 他說台灣光復 台灣既然是光復 所以 1946年 1月10日 他就把台灣人 那時候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籍 他說 恢復 他說 恢復ROC的國籍 因為恢復ROC的國籍 所以 ROC的憲法 中華民國那本憲法 從來沒有在中國施行過 拿來台灣用 就在台灣實施了 所以 他總會 順著這個社 總會說 台灣就是ROC的 這個 這樣對 對不對 這麼多多都不對 不要 不要記起來 這都不對 然後 因為是選舉 不然他是不是民主化 開始民主化要選舉 拿去投票 因為選舉 選舉 還要選一個總統 對不對 阿扁 李政輝 他只說 台灣就是ROC 因為選舉 才變成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不對 這不對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說 因為ROC 定義台灣 台灣就是ROC 所以他就反對 一種政策 他反對 因為 他認為 承認一種 他會變成 搞鬼對面 他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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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灣就是ROC 所以為什麼呢 那支承認機 沒條條有嗎 其實你看 國民黨的跟他 他們有在擁護這支機 電队是誰人在擁護 在國內 在國內最重要的 他打壓 所以這把ROC 在台灣 這個ROC 這剛才可以用 請你 是台北的名稱 對我 剛才用請你 台北的名稱 這 這種理由 過去我們是不是 常常聽到 包括在新聞上 也常常聽到 剛剛這個導力 好像是 這理由好像是對的 但是這些理由都是怎麼樣 Foolish 都是Foolish 我們來 我們來 想分 你就會發現 這個都是騙人的 來 帥氣 因為有 Foolish belief 所以說 作成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 有夠正常 因為你認知錯誤 所以做出來 做出來的工作 完全不一樣 因為認知錯誤 你做出來就是 不對的事情 不對的事情 你對我 有可能有正常的對待 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 所以說 在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 沒有正常的 這個國際地位 我們來受分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改變 這個台灣的國際地位的現狀 讓它恢復怎麼樣 恢復正常 恢復正常 這個改變 那不是說 要用一個 出一個 厚人 突然間 一世之間 都沒有改過 那不是這樣 不是 我們 我們套養 美國總統歐巴馬 在競選第一次 那時候 他那時候 競選口號 叫什麼 Change 對不對 所以他出這幾個也很有名 你這樣說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 意思是說 改變 如果你是要等著別人 或者等著 等著另外的時間再來改變 這個改變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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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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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來 就好像有人說 就好像有很多律言在講 這個台灣的問題 要讓後一代再去改改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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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生活 會正確嗎 沒有正確 這樣會改變 不可能改變 你如果要用別人 就會改變 所以說 歐巴馬的說話 一直說 We are the ones we've been waiting for 我們要等待的那個 我們要等待的那個 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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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被人家等待的那一個 We are the change That we see 我們本身改變的話 那我們要尋求的那個改變 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 改變台灣國際地位 要讓他恢復正常化 這件事 是 什麼人的事 我們自己的事 改變 為什麼人自己做下去 要為我們自己做下去 為我們自己做下去 來 來 但是 很多 新聞裡面發言說 欸 這個 這個動作 好像是要改變台灣的 國際地位的現狀 但是 很讓美國跟它反對 像這個新聞 2007年的三位 切齊的這個新聞 美國重申反對 改變台海現狀 咦 啊 我們就覺得 已經不對了 啊 為什麼在那個 2007年的時候 美國還告訴你 台灣說 你不能改變台海現狀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這裡有一個人 他要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要改變台海的現狀 但是這個動作 對還是不對 不對 所以美國才會這樣講 因為那時候的 執政的陳水扁 他說 是要 也沒有 一貴 就之前說 他說什麼 是不也沒有 那時候到2007年 他就改 改叫 是要也沒有 那於是要也沒有 那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核心就是 要獨立 啊 要獨立 要自限 啊 所以把台灣 再造一個 往獨立的方向走 那這個 獨立的方向走 改變了 台海現狀 那這個方法 對不對 不對 所以美國才會 跟他講 不可以 不可以 啊 摔下去 就一個問題 剛才那個新聞 你要改變 台灣的現狀 但是你用了 這個獨立的方式 那 這個 顯然是對現狀 有沒有認清楚 沒有認清楚 所以沒有認清楚的狀況之下 用了那一個方法 可不可以改變現狀 沒有辦法改變現狀 那就像 過去 美國 有一些 這個 這個 社三分公司 啊 他們 他們就在研究說 要怎麼來了解 社會者的心理 社會者才能接受他們的產品 啊 結果這個 這個 社三分公司 就去找那種人類學家 找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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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一個研究 去研究 去研究這個 消費者的行為 結果他剛去 去做這些研究之後 去調查之後 他發現喔 欸 對 消費者 對這個 洗衣分 讓你說這個 這個 洗乾淨 還是洗不乾淨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這個 這個 重要的動作 那不是說 這個衣洗完 拿起來 跟乾淨的衣 衣來不適 那不是這樣 你覺得這樣做 你也不用這樣做啊 但是 洗衣洗不乾淨 還是不乾淨 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我們的行為裡面 那個行為是 你的行為是什麼行為 洗衣後 脫水後 什麼 拍 拍的 你去想回來 你覺得這衣已經洗得很乾淨 你會做一個動作 來確認 衣要洗乾淨 對 對 味道 你衣上去 衣要去拼一下 喔 這個衣 洗得不乾淨 對不對 你就覺得說 這衣衣有乾淨 還是不乾淨 有啊 這衣衣就洗乾淨 你敢是會看的 不是啊 你敢不敢說 這衣衣洗起來 變得比較鮮豔 你敢看得出來 你有辦法判別嗎 其實沒有辦法判別 但是你有一個很重要的行為 是 打起來拼 啊 這樣洗乾淨了 所以說 那個洗衣服公司 發言說 啊 原來消費者 對這個衣服有洗乾淨 沒有洗乾淨 那個動作 是用拼的 不是用看的 啊 所以說 他那個洗衣服的成份 就要怎麼 要讓你的衣服 洗後拼起來怎麼 比較香 比較香 拼起來比較香 所以他在野產品裡面 他就要到這個方向去走 你看 原本 你來消費 你來這個洗乾淨公司 他認為 這個消費者是用看的 看的 看的看的清楚啊 啊 才比 人家說 洗掉路線業啊 所以 如果是這種認知 他就會去 穿 穿八種東西嘛 讓他洗起來 比較 艷利 這樣嘛 但是那些都沒有用 因為消費者的感覺 不是這樣 所以那些是認知嘛 他說 我們要來 進行這個 這個地步的時候 現狀為什麼不能改變 那 第一個關鍵 你要先去確認 不然到底現狀是什麼 你要先確認好 我們就要用 正確的方式才可以改變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邏輯上就是這樣 好啊 但是 在台灣 有很多說 要用這種方式 來做一個台灣的地位的改變 公道 你看 剛才阿扁說 用四要一沒有 但是又有人說 就要公道 因為主權在民的關係 所以用公道方式 才能改變台灣的現狀 但是這對 你要看 我們去國際上 有辦公道的 下載書文 給大家來比較一下 比較說 到底用公道這種 我們感覺 是民主程序的這種方法 那 它在改變現狀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正當性 合不合法 這個概念 大家要確認一下 雖然 我們都想說 民主的方式 好像是正當的 但是這個正當的民主方式 不一定合法 這是不一樣的概念 我們來看 這裡有一個叫做 被反對的公投 這個 美國 美國 阿扁那時候 那時候 他們說 要用什麼 公投 他要公投加入什麼 聯合國 要公投加入聯合國 美國就跟他說不行 來 他這邊 等一下 不支持台灣入聯 那時候阿扁要入聯公投 入聯公投 這 頭身是一個 韋寧德 國務院的官員 接下去 就副助理 國務卿 都說不行 接下去 換國務卿 有那個官階 官階開始鎖 他越說越大 說到國務卿 RICE 美國反對台灣 舉行入聯公投 他說 這個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是一個 非常挑釁的政策 這樣的政策 在台灣海峽 造成不必要緊張局勢 同時 也不會為台灣人民 在國際舞台上 帶來真正的好處 過去 我們在看這段新聞那時候 你敢 聽出來他這句話的意思 也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美國 不是在港島 我們台灣做港島 為什麼不可以 那個時候你就會很困惑 但是他講的這句話裡面 其實隱含了台灣的 那個法理地位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那種 你如果沒有像美國人 他在講這句話的背景的理解 你就聽不出來說 他在講什麼 所以 阿扁有獨立意涵的入聯公投 美國是全面的反對 從小官員到國務卿都會反對 當然 因為阿扁這樣子的衝撞 阿扁在他執政的末期裡面 是不是很不popular 他在美國的眼裡面是很不popular 他甚至要出國 出國說要去白的地方 要過境美國 他多數到美國就刁難 所以他就很不popular 那是美國反對的 另外這句話 不被承認的公投 意思是說這個公投有去投嗎 有有去投 但是有受到白的國家的信任嗎 沒有 來 這個 這個 叫做克里米亞公投 2004年的3月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印象 那時候是不是克里米亞 他是烏克蘭來一個自治區 他說他要離開克里米亞 結果他自己去辦一個 的克里米亞獨立公投 你如果他 他以前的令人 給我們這種概念 這個公投自己決定 自己的監督 有什麼不對 但是 德國總理梅克爾 這個阿扁大陣子就說了 克里米亞公投是不合法 欸 有啊 剛才我告訴你 我們用民主的程序 感覺很正當 但是 竟然是不合法 有沒有覺得很衝擊啊 竟然是不合法 他這個公投 他這個公投 他是違反什麼 違反 烏克蘭的憲法 跟國際法 為什麼違反烏克蘭的憲法 什麼 重點 烏克蘭的地方政府 剛好我們尊 烏克里米亞去公投 沒有 所以他有沒有在烏克蘭的憲法 程序裡面 得到這個公投的正當性 合法性 沒有 另外一個 他公投的題目是 獨立 然後加入俄羅斯 對不對 然後他去加入俄羅斯這件事情 有沒有符合國際法的要求 也沒有 因為你一個主權 一個國家的一個領土 在原來的主權的這個範圍裡面 要跑到另外一個國家的主權範圍裡面 這兩個同事 國家 有說好 沒有 克里米亞是不同意的 克里米亞都不同意 然後俄羅斯就給他接收進來 那這件事情 這就是違反國際法 這就是違反國際法 所以他們的新聞在說的 違反烏克蘭憲法國際法 重點是在這裡 一般我們知道 所有的主權的這個移轉 是不是都要透過什麼 條約 要說好 要說好 就好像 過去 因為南京條約 這個香港掛給什麼人 英國 如果是1997年英國 還跟北京政府簽一個協定 還有各種香港的管制權 還可以給北京 對不對 他們這個主權的轉換 是不是都有透過條約 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這件事 顯然的 俄羅斯它有沒有符合國際法 沒有 它沒有符合國際法 雖然它最後去投 但是這個不會被承認 為什麼不被承認 在這裡就看得出來 在這裡 聯合國的大會 他們做了一個決議 這個決議文是這個GA11493 決議文 那個GA文裡面是這樣寫的 聯合國的大會 採取了這樣的一個決議 要求所有的會員國 不要承認克里米亞地區的現狀的改變 這個要求會員國不要承認的這個議案 是經過了100個國家 會員國投票同意 11個反對 58個弃權 所以這個決議案有沒有通過 有 通過的結果是什麼 要求會員國要不要承認克里米亞的現狀改變 不可以承認 不可以承認 所以不可以承認 所以就算克里米亞他去投 但是他有辦法在法律上 有辦法改變他的地位嗎 有辦法改變他的主權現狀嗎 沒有 沒有人家承認 沒有承認 即便是現在 他已經跑到俄羅斯裡面去了 但是這件事情有沒有被承認 沒有 沒有承認 你看那些歐洲的國家 跟美國 你講是不是在制裁俄羅斯 對啊 你不制裁他 這世界會亂的 大家都不遵照遊戲規則了 就不按照國際法的規則了 這樣世界就亂的了 你今天克里米亞這件事 如果會通 人家就換白雷的地方就會通了 全世界就開始戰亂不斷了 就開始戰亂不斷 好吧 但是 國這個地方還有一種港島 它是給人生金嗎 你看我真奇怪 那已經舉兩個例子了 第一個 阿平要辦主任公投 被人家反對 還沒辦就被人家反對 一個是辦了之後 不被人家承認 另外一個是被承認的 有辦 在辦之前也被承認 辦了之後也被承認 就是這個 南蘇丹 美國讚揚南部蘇丹 公投投票 這個投票有投 那投票之前有沒有反對他 沒有人反對他 投完之後 美國還怎樣 讚揚啊 美國還給他讚揚 但是你來對比一下 阿平要弄那個陸聯公投 美國是反對的 一樣是公投 但是一個是讚揚 一個是反對 而且是極力反對 所以這個美國在什麼地方 待會兒分享給大家聽 為什麼這個蘇丹 他為了做這個公投 因為他是根據這個 2005年的國平協議 這就要稍微說一下 這個蘇丹 蘇丹共和國是這樣 那裡面就是南蘇丹 其實過去他們 兩邊合在一起 當作蘇丹共和國的時候 其實這邊跟他其實就有點 文化上就不太一樣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就會產生 不斷的這個衝突 因為不一樣 他說有衝突 最後產生內戰 內戰持續很久 不然就 世界各國都在想辦法 要讓他們的衝突 能夠解決 最後蘇丹共和國 跟這個南蘇丹 他們簽了一個叫做 2005年簽了一個叫做 全面和平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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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協定是誰跟誰簽的 蘇丹共和國跟南蘇丹 這個 那時候還沒有產生 南蘇丹共和國 所以他有一個組織 叫做人民解放組織 蘇丹的人民解放運動 就是這個跟蘇丹的政府 簽了一個全面和平協定 他簽一個全面和平協定 這個全面和平協定 簽下去 在裡面就有提到 要讓南蘇丹獨立公投 如果他投得過 就同意讓他獨立了 是這樣 所以蘇丹 南蘇丹的案例是這樣 另外一個呢 就是當時他還沒有投 但是已經四家在選團 四家的選團說 他可以去做獨立公投 這個 那樣子的蘇格蘭 這個新聞是在2013年的3月 但是2014年的9月18號 他們蘇格蘭要投一個 叫做獨立公投 這幾年 我們如果有看新聞 他們應該也知道 你看看嗎 這個蘇格蘭那時候 在投獨立公投的時候 全世界各國有沒有 有沒有跟他反對過 有跟他說你這樣不行嗎 沒有 沒有沒關係 蘇格蘭地方政府 他還可以做廣告 他還可以做宣傳 當然沒有他投的那時候 是沒過 但是他這個投的這個動作 有沒有得到許可 有 有 有被得到許可 為什麼他可以投 因為這個 因為 這個愛丁堡協議 這個愛丁堡協議就是 蘇格蘭的地方政府 跟大英帝國的這個中央政府 兩個簽一個協議 在愛丁堡這裡簽一個協議 在2012年的25 這裡簽一個愛丁堡協議 愛丁堡協議簽的內容就是 賦予這個蘇格蘭他可以舉辦獨立公投 他可以舉辦獨立公投 所以你看 這幾個蘭蘇黨哪好 蘇格蘭哪好 他們是不是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色 就是他的主權者有沒有同意對不對 你對比一下 對比一下阿扁 對比一下克里米亞 他們是不是共同的特徵就是 有沒有找主權者談 沒有 都沒有找主權者談 好來 那一種的 就是投不過的公投法 就是目前在中華民國 立方政府裡面有一個公投法 這投不過 唯一這投不過的公投法 你們就可以看得到 中華民國的這些官員 他腦子裡面 知不知道台灣的真實法理地位 知道喔 你從這邊來看 這 蘇原新聞在這裡 像當時的這些 一些學運領袖 要舉辦個人委 要把一些立法委員罷免 然後他又要求 修正公投法的門檻 這個新聞引導我們來看 看這個 他所謂的 中華民國立方政府的公投法 他是這樣啦 他分成一般地方公投 和全國性的公投 全國性的公投 他可以投的 就加這幾項而已 第一 法律覆決 立法原則的創製 重大政策 和創製或覆決 憲法修正案的覆決 請問一下 裡面有說 統一還是獨立的公投 沒有喔 所以全國性的公投 所以全國性的公民投法裡面 沒有統一 也沒有獨立公投 來 他們說的門檻很高的就是在這裡 他們的第30條 出來投票的人 要是可以投票的人的一半 他就覺得這個門檻很高的 投下去的人 投贊成的人 要怎麼 要那個出來投票的人的一半 所以一半一半 他們就覺得說 出來投票的人 要是所有投票的人 可以投票的人的一半 這個門檻很高 他要來修這個公投 公投的門檻 但是 你剛才看 即便修了公投的門檻 他可以投統獨公投嗎 也是不能投啊 假設他擦槍走火要去投統獨公投 這個門檻設下去 會不會通過 一樣不會通過啊 所以 給你公投法 但是 要不要讓你投 實際上會不會讓你投 就算讓你投會不會過 也不會過啊 所以他 他裡面 那裡 入這條法的邏輯是什麼 對 他不想讓你去投這個議題 因為他知道 台灣不可以用公投的方式 去做統獨的選擇 所以這個裡面的邏輯就是 欸 台灣 你如果要 你如果要離開一個主 主權的地方 你要先去跟你的主權這裡說 但是他沒有這個訊息 讓你台灣人知道 就幫你塑一個這個 你也不知道他的邏輯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分析 你就知道說 投這個 去衝動這個 還是去改這個 有什麼作用 沒有作用 因為這都是什麼人的法律 中華民國的法律 中華民國的法律 這些都公投的人 是什麼人才能投 中華民國的人才能投 你如果已經 成為你是本土台灣人 拿來台灣民政務的身份證的人 那你要去參加他的投票嗎 不用 不用 那個是他們的事 不是我們的事 而且 他就是 他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有人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變成中華民國 在台灣生根 就是根據他們 他們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他們為什麼呢 他們修正的憲法 修正的中華民國憲法裡面的前沿 他是這樣 因應國家統一權的需要 所以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是統一憲法還是獨立憲法 是統一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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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統一 中華民國 什麼人要統一 中國人要統一 那你是什麼人 你是台灣人 那你幹嘛去跟他統一 你根本不是他的人 所以無疆你就可以發言出來 他為什麼一定要堅持這個 為什麼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我們台灣人 剛才經營這個科 秘書廠是沒有說 我們人在被佔領當中 我們台灣人 我們本土台灣人 是被佔領中的狀態 我們是建經裡面戰敗的那一方 我們在日內的公寓裡面 我們是屬於被佔領地 我們是被佔領地裡面被保護的人民 被誰保護 被征服者要保護 那我們的身分是這個 但是來台灣的那些流亡的中國人 他們的身分是什麼 他們是不是戰敗的 不是啊 他們是屬於戰勝的盟軍那一邊的 但是他留在台灣是為什麼 他為什麼會留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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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去 流亡 因為他流亡 因為他流亡 因為他流亡回不去 他唯一能夠回去解決 他流亡的身分 流亡的問題 他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對 就是這個 就是回去他們的身分 才能夠正常 所以他才會 那些中華民國的那些人 才會堅持一定要統一 而且大張旗鼓 明目張膽 說到讓你 他也不抱歉 他就是要這樣做 對啊 但是一些台灣人 就要向他們説 你們在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你們又想回那邊 有沒有 都跟他們說 但是你如果知道說 我們是 他們是戰敗的那一方 他們是戰勝的那一方 他們是門軍那一方的 兩邊的身分有沒有一樣 根本就不一樣 根本就不一樣 他們跟我們的利的一樣 不一樣 這本來就是一個敵對的雙方 所以是不一樣 所以你要勉強他留在這邊 然後效忠你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有點強人所難 有點強人所難 當然 他的後代 他說他要規劃成台灣人 那當然是可以 法律上是允許有這種程序 就好像台灣人 他想要去拿美國綠卡 他還是把美國綠卡拿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規劃成美國人 這都可以 人有選擇國籍的自由 但是你要走 你要有一些法律程序 你才能夠成為規劃的那一方 一樣的道理 來 所以我們把剛才公投的方式 改變現狀的方式檢驗一下 第一 蘇格蘭政府跟大英帝國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蘇格蘭可以辦公道 是不是這兩個都已經講好了 對 蘇丹人民解放運動的組織 跟蘇丹共和國的政府 他們是不是有說好 有 你有看 克蘭民有跟烏克蘭說好嗎 沒有 台灣阿平說要入聯公投 有獨立意涵的入聯公投 那台灣有沒有跟誰講好 沒有 所以會不會被贊同 不會 一定會被反對的 那強烈日太北 他如果要獨立公投 那他應該要跟誰講 是嗎 強烈日太北 流亡中華民國 他還持有原來中國的領土 在哪裡 金門馬祖 對阿 如果他要把金門馬祖獨立出去的話 他要跟誰講 他要跟中國講 對不對 但是他一直堅持他統一 所以他會不會把金門馬祖獨立出去 不會 中國政府也一直這樣說 你說 他反對把中國的領土獨立出去 以前都把你用台灣 對不對 模糊成台灣 其實他們是在講哪裡 金門馬祖 他們在講金門馬祖 好 來 還有另外一個議題 加立民國 可以改變台灣的現狀 我們去看看 這條路怎麼會通 我們來點這個影片 來台商麻煩一下 不合邏輯 陳世辯總統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金文 表明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結果潘金文以聯合國實行一個中國政策為由拒絕受理 不但在聯合國網站上公布決定 輕輕易當潘金文的副發言人歐卡碧 在聯合國簡報時 也特別做了說明 當場就有外國媒體表示聯合國的錯法 不合邏輯 由於台灣記者不能進入聯合國採訪 TBS記者今天也以電話與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聯絡 當記者提及陳水辯總統表示聯合國秘書長無此權限 退回台灣的申請時 秘書長辦公室的回應是 秘書長有無此權限 這也是聯合國會員國來決定 人家致意台灣不是會員國無權智慧 天月新聞 范奇斐綜合報導 這個新聞 這個另外 除了那個聯合國的那個秘書處的發言人 清除以外 記者和台灣報導的記者 他們是不是都把台灣跟中華民國籃作會 籃作會你就說不清楚了 但是他們那個秘書處的發言人 顯然他是清楚的 顯然清楚 他說根據2758號決議文 他們不能再接受中華民國 2758號決議文 你們看聯合國的網站裡面都有 寫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 2758號決議文 他們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然後他們要立即把這個蔣介石 這個蔣介石的這個違法的代表 從這個聯合國的喜事上把它趕出去 把它趕出去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蔣介石是不是已經是中華民國了 不是喔 他只是一個違法的代表而已 所以他把違法的代表趕出去 就法律上來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已經合法繼承了中華民國了 所以這個世界上現在還有中華民國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中華民國還還生在什麼地方 台灣只有台灣 台灣只有台灣只有台灣只有台灣 台灣只有台灣只有台灣只有台灣 所以你看這個新聞裡面 阿扁 他叫台灣人去公投加入聯合國 被美國打槍對不對 就算有投 但是那個也是門檻的問題也沒有過 對不對 也沒有同意 但是他還寫了一條路 他自己去送走 送走去聯合國秘書處 說要申請家族聯合國 這條路怎麼不通 也是不通 送去的人就拿走 這顯然他沒有搞清楚說 台灣的真實的主權 法理地位到底是什麼 沒有搞清楚 所以他做出來的動作 就是為什麼 四處碰壁 好會四處碰壁 也行不通 你如果在看這個聯合國的網站 你如果在關於如何加入聯合國裡面 你要看英文版的 不要看中文版 中文版裡面沒有告訴你 如何加入聯合國 你要看英文版的 這個裡面有什麼 這有一個 About UN Membership 他加 How does the country become a member of United Nations 還有另外一個議題 How does a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Uptain resignation by United Nations 這兩個你看一下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一下 關於這個會員國 他加第一個議題 How does the countr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這個國會裡面其實很簡單 重點就是在這裡 他說 States ar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by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意思是說 你如果要加入聯合國 第一 就像阿扁這樣 你要去申請 申請他人民書給你送禮 送禮完之後要拿去安全理事會 安全理事會會開火 開火給你標課 標課給你推薦 你如果給他推薦成功之後 你就能進去大會 進去大會裡面表決 他的流程就是這樣 所以很顯然阿扁是知道說這個流程 但是他搞不清楚 你要加入聯合國 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必要條件 那是什麼條件 你要是什麼國家 主權 主權 獨立的國家 那很顯然 台灣或中華人民國是不是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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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另外一個 他裡面說 他裡面說 How does the new state government obtain the resignation by United Nations 他說 你如果是一個新的國家 還是一個新的政府 你要怎麼樣得到聯合國的承認 他這裡裡面 他這裡裡 他跟你說的重點是說 你是不是 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不是聯合國 這個國際組織 是給你信任的 不是 他是在這裡 The resignation of a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is an act that only other state or government may grant or withhold it generally imply readiness to assume diplomatic relations 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聯合國 來給你信任 你是主權國家 不是 是 是他的會員 來給你信任的 所以 剛才 剛才那個新聞裡面 他是不是有跟你說 那個記者是不是說 台灣是不是有史以來 他唯一在聯合國裡面 他的 他的這個要求 沒有辦法 被聯合國的會員給你回應 秘書處的發言就說 他可不可以回應也是 就是要看聯合國的規定 那規定就是什麼 你是不是主權國家 不是聯合國給你信任 是要會員國給你承認 你說你這個國家 是不是主權國家 你要有先具備主權國家的身分 你只要有辦法 給他主權國家來給你信任 很顯然 中華民國現在有沒有被人家 承認為主權國家 沒有 沒有 台灣有沒有 也沒有 意思是這樣 所以說 你要能夠被其他的會員國承認的話 本身 你就是要能夠跟其他的國家 發展外交關係 你要發展外交關係 外交關係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你要被承認 你不被承認 根本沒辦法發展正式的外交關係 來 剛才那個要求 如果一個主權國家的要求成立之後 他的流程就很簡單 來 行請 三行 密書處行請 行請 行請 安全理事會 安全理事會 只要15個 會員國 15個安全理事會的成員 哪有9個 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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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這個9個 同意 反對的沒有那個5個常任禮事國 沒有反對的話 你的推薦就成功了 推薦成功了 你比大會表決 只要多數 多數決3分之2 你的會員的資格就馬上生效 就馬上生效 很顯然 你光是知道流程 但是你的最主要的要件都沒有成立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是不可能 所以 這樣就疑加 台灣是不是國家 中國民國是不是國家 台灣有沒有獨立 也沒有獨立 也沒有獨立 非國家也不獨立 為什麼沒有獨立 對 我們現在是被佔領的狀態 被佔領的狀態 你的主權的地位是被怎麼樣 被佔領者怎樣 握著 你是被懸置當中 所以人家說台灣地位未定 是未來的地位未定 但是他是被握著 暫時被握著 所以在這裡 這個新聞2004年8月21號 網友說他去帝國法國 結果不承認台灣的國籍 他其實應該是怎樣 因為他拿的是什麼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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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顯示你是什麼人 中國人 所以會不會出現台灣的國籍 顯然不會 網友就起訴說 四根的番薯 其實怎麼樣 你如果要拿那一張綠皮的護照 你就永遠無法證明你是誰 台灣人 你就永遠無法證明你是台灣人 所以 剛才考 沒考 認清事實 你就會發現 原來是這樣 趕快來申請什麼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接下來申請旅行證件 這樣你就有了 好 這個什麼 美國護照 他在2004年 十月二日後去訪問北京 訪問的那時候 官網衛視的記者 他說 台灣是什麼樣的執政 阿扁 阿扁 阿扁那個時候 一直在講台灣是主權之類國家 一直在強調這件事情 後來會是一個 就跟他問說 針對台灣的這個 陳水平 他經常在講 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 而且有二十幾個國家 在承認他了 所以他們不需要 也不需要另外再搞一個什麼獨立的 他們已經顯然就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 這種狀態 他這樣說 阿扁這樣說 鮑威爾你怎麼回應 他就跟記者這樣說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個中國 意思是說 台灣這個中華民國是真中國還是假中國 是假的 根本不在這裡 沒有 只有一個中國 那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台灣不是獨立的 這幾個怎麼解讀 台灣不是獨立的 我們現在是什麼狀態 被佔領這種狀態 被佔領這種狀態 被佔領這種狀態有沒有獨立 沒有 沒有 沒有獨立 It does not include sovereignty It is a nation 台灣如果作為一個 nation 它有沒有擁有主權 沒有 台灣的主權在誰的身上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對不對 所以 巴爾在2004年就講得這麼清楚 只是那個時候我們台灣人聽得懂 聽不懂 包括我 我也聽不懂 但是現在看就看得懂了 看就看得懂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台灣這個地方作為一個 nation 但是它有沒有主權 沒有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這是我美國的政策 而且是我美國堅定的政策 所以這裡面就顯示出來說 一個中國原則 對不對 台灣不是獨立的 台灣不是獨立的 它的意思就是在這裡 你沒有主權 第一個你沒有主權 第二個你是被軍事佔領中的狀態 所以你當然不可能是獨立的狀態 這是在這裡 這是訪問的片裡面 這新聞 我就不再講了 剛剛有講過 剛才有報告裡面 他說 台灣作為一個 nation 它不予享有 sovereignty 其實 我們 普通人都常常去混淆 就是說 人民主權 和主權在民 和國家主權 常常都會混淆 你如果要混淆 你就會 常常會有一個 常常的誤解說 只要實施主權在民 就可以解決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 其實不是這個概念 我們要看 一個國家 他要有三個問題 他要有這四個要怕 第二個要怕 你要有女兒 第二 你要有人 population 你要有人民 第三 你這個政府要有authority 那就是 你這個政府出來之後 對外 要讓人信任 要讓人信任 這才是完整的 一個state sovereignty 一個國家主權 他的表現才會進行 你要看 台灣這個土地 那不是台灣人的 不是 第一個要件有沒有成立 已經沒有成立了 第二個 台灣現在這個土地裡面 大的人 裡面有什麼人 people of Taiwan 跟什麼 流亡的中國人 這兩個人都在殺什麼新聞情 中華民國的新聞情 所以這個 這樣有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一個是佔領方 一個是被佔領方 佔領方跟被佔領方 全部放棄 這會 本身這件事情 就是違反國際化 你如果兩個是敵對 兩個是敵對的當事人 你要怎麼用公投來決定 到底是投誰的利益 對 就亂了 所以美國一再的 一再的 一再的反對 台灣不可以獨立 不可以用公投方式去獨立 這也是在這裡 而且再說 土地都不是你的 你怎麼獨立出去 就好像克里米亞一樣 對不對 你不跟你的主權者說好 你就要走 不可以 這個authority 當然 在台灣的現在這個管轄當時 他有這個管轄的權威嗎 有啊 中華民國現在這個體制 在台灣跟我們管轄 他有沒有這個權威 有啊 有這個權威啊 我們都還受制於他的管轄 他這個權威會產生 用什麼方式產生的 刀票對不對 用刀票 所以 這個 這個有嘛 但是他到 他到國外出去 有沒有辦法被人承認 不會被承認 因為前面這些要件他都沒有 所以不可能會被承認 這就是這個 重點是這樣 所以 我們剛才有說的 主權在明 經常聽到嘛 一些政治人物 每天都說有選舉 這個主權在明的表現 開始說了 我們來看看 主權在明到底有什麼概念 其實是一個原則而已 原則就是說 the principle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created and sustain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through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ho are the source of all political powers 他意思是什麼 主權在明 主權在明 他是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說 簡單說 我們是被管的人民 我們不是政府 我們自己人 我們自己不是政府 那我們大家 用投票方式選代表 代表的人進入政府體制 政府 他形成政府 他反途他來給我們灌 對不對 這個政府做 官員做好做壞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投票方式 把他換起來 可以輪替 這就是主權在明 就是人民主權的表現 所以說 這個給我們灌的政府 這個政府 他的這個 political power 他的內容是什麼人 什麼人給他的 人民 是人民給他的 所以這就是這個主權在明的概念 他在國外 他這個叫做 popular sovereignty 他叫做人民主權 也是叫做主權在明 你剛才看 他只是說 這個政府 他的authority 是由人民的同意 然後才產生 然後再維持的 你注意看 Status sovereignty 這個authority 是透過人民主權 主權在明的方式產生 所以你如果繼續在這裡面 跟中華民國玩遊戲 上面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 不會解決 這個會解決 唯一的方式是什麼 你要區別台灣人跟流亡中國人 你要申請什麼 台灣民政委身份證 這個問題會不會解決 會啊 這個問題會解決 但是你如果不去申請台灣民政委身份證 你堅持要在中華民國這個 這個體制裡面用選舉的方式在這裡玩 你會不會把這兩個問題解決 不會不會解決 不會不會解決 所以說 必須政府一直跟他說 不要去參加中華民國的選舉 道理就是在這裡 道理就是在這裡 好 來 我們來看 為什麼阿伯要去加進電話 要去給他們帶走 因為在1966年的時候 這件事就很辛苦 他們各位民國代表 他們在他的演說說 台灣問題的討論中 已經提出很多觀點 如眾所周知 最重要的是台灣的領土主權 還沒有決定 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我們的租款在什麼人的形象 在日本天王 因為我們是紅劍白 我們叫人 還是佔領這種狀態 那我們的 根據就現在和平條約 我們是被人家放棄管轄權 但是未來要歸屬有沒有決定 沒有啊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們的看法是 誰能在聯合國代表台灣的問題 沒有結論 明明台灣 裡面就有一個管轄的政府 叫做中華民國 為什麼沒有人有什麼代表 對對對 他是 流亡中國人 流亡中國人 可不可以代表台灣人去聯合國 顯然不行 因為那是不一樣成分的人 一個是佔領者 我們是被佔領的一方 所以不一樣 英文的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1966年 世界各國有清楚嗎 有清楚啊 所以阿扁如果送件十次 會被退幾次 退十一次 退十一次 第十一次還放在抽屜裡面 還沒拿出來 就已經被推薦了 拜託你第十一次不要再記了 UN的結論就是這樣 入聯關鍵 他第一個要件是什麼 你要是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是不是 不是 中華民國是不是 不是啊 就算中華民國 要想要再去交易那國 他能不能夠代表台灣人 他也不能代表台灣人 所以ROC只能代表的是什麼人 流亡的中國人 但是其實各國都不會承認他 所以沒有被承認的政府 可以代表台灣人 有獨立的入聯公投 美國會不會反對 一定反對嘛 因為剛才跟大家分析 那些概念 所以一定會反對 一定會反對 好啊 所以這樣看起來 你就漸漸可以分析 ROC會不會回台灣 不會 ROC有沒有擁有台灣 也沒有擁有台灣 我們來舉例給大家看 來 這個 這是這幾年的六月分的時候 台南市長賴清德 他去 他去 中國訪問 他在中國訪問的時候 他有說 他說 台灣的未來 要有台灣人來做決定嘛 結果 這個 有些記者又去問那個國台辦 叫國台辦回應一下 賴清德的說法 他的國台辦他就這樣說了 你講到 任何涉及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必須有包含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你聽到這幾個 你聽到這幾個 你 你的感想是怎麼樣 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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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痛是因為 怎樣 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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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在台灣現在管轄的範圍裡面 有一個中國問題是在哪裡 對 在金門馬祖 金門馬祖是他們還沒有收復的 叛逃的領土 所以他們的中國的主權跟領土 完整問題應該由什麼人來決定 中國人來決定 要不要台灣人決定 不用 這裡面出現一個字眼 叫做台灣同胞 你注意看 你要把這世事先別看 必須由全國人民共同決定 是誰在決定他們的主權跟領土問題 是他們中國人的主決定 這裡有一個問題給你請教 台灣同胞 是指你台灣人還是指中國人 中國人 所以這句話裡面有沒有台灣人 沒有 沒有啊 你要生氣嗎 你要不要生氣 不用啊 他家的事我幹嘛生氣 對不對 所以這個字眼 在台灣同胞這個字上 他在用英文來講會比較精準一點 一個叫compatrials in Taiwan compatrials in Taiwan 在英語裡面這個compatrials 同胞 他的意思是怎樣 我的國人 離開我的國家在外國 他跟我就是compatrials 他就是我的compatrials 所以在外國的那一個 我的compatrials 他是什麼人啊 中國人啊 那個compatrials現在在哪裡 在台灣啊 所以在台灣的compatrials 他是什麼人 是中國人啊 指的是誰 是你嗎 還是馬英九 對啊 就他們啊 對啊 他在講他們啊 所以他們是中國人啊 他們是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啊 是他們的中國的同胞 在台灣的同胞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這裡面全部都是中國人 這裡沒有台灣人 所以說你這句話這樣看過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他有沒有在講台灣 沒有 他很在意的是哪一個地方 金門 對 他很在意的是金門馬祖 因為他還沒有收復回去 還沒有回去 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範圍 來 但是呢 新聞記者 就好像剛剛大家初步的反應嘛 看到那句話很討厭 就說 他會變成這樣 他會變台灣的政党由中國來決定 你如果剛才我給你解釋 他講那個意思 沒有啊 結果他就 記者就叫 馬英九的這個總統府 要做一個回應 他回應 他就這樣說 政府一向堅持 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 由台灣 238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 這句話 你有看到什麼玄機嗎 那是誰的憲法 是佔領的憲法嘛 佔領的憲法有沒有包含台灣 沒有啊 我再換一個說法 你可能就比較容易理解 美國總統歐巴馬 想像一下 會不會說 美國政府一向堅持在 美國憲法架構下 由佛羅里達的人民 共同決定佛羅里達的未來 會不會說 歐巴馬怎麼這樣說 不會這樣說 為什麼 那本來就是他的 幹嘛這樣講 已經確定了 所以很顯然的 馬英九他們這樣子講 意思是說 台灣有沒有是中華民國的 沒有 所以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 所以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他這裡面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只是說我們以前 受制於那個 他跟我們講的 告料 我們把台灣跟中華民國混在一起 搞不清楚 所以 他有跟你 這句話有跟你講八字嗎 其實沒有啊 有跟你透露事實嗎 有 你看有嗎 有 以前看不見現在 看有了 現在看有了 你自己來看 他說 軍軍他們的中華民國憲法 他們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中華民國你要哪裡 他說 依其孤兒降遇 非經國民大會決議 不得的變更之 按這條來看 我們知道嗎 1895年 日清戰爭 將台灣隔壁給日本天皇 對不對 從那個時候 台灣的地位跟中國的地位 他們兩個的關係是什麼 有啦 叫什麼關係 外國關係 對啦 一個 兩邊是附回外國 外國嘛 是外國關係嘛 如果是外國 要把 要回去中華民國的地方 是不是就會變成 中華民國多了一個領土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多嘛 所以 多也是變更嘛 少也是變更嘛 好 多的時候 他有沒有開國民大會決議 把台灣併入中華民國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這種事件發生過 沒有啊 從來沒有啊 所以從這裡 從剛剛 用這條 你就知道 臺灣有受於中華民國的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他也沒開幾個月嘛 對不對 再來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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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草案 1936年 五五憲草 提出的時候 他們的 古老建議 他們自己這樣寫 喔 你給我看看 這裡 裡面有這裡 台灣跟平 沒有啊 沒有啊 有沒有寫到 福建 沒有 福建喔 有 有吧 金門馬祖是哪一省 福建省啊 所以金門馬祖是誰的領土 中國的領土啊 是中國的領土啊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念之在之 他們要統一祖國 是要統一哪裡 金馬 他們是要統一金馬 所以 已經 台灣根本就不在 中華民國的憲法的裡面 的固和疆域裡面啊 啊 你來看 一 死政四十年 台灣博覽會 這支什麼支 日本支啊 死政四十年 那是怎麼算的 那算是死政四十年 推行憲法 日本取得 天皇取得台灣之後 1895年嘛 對不對 啊 只割40年是 19 19 對吧 1935嘛 所以1935年的時候 台灣舉辦台灣博覽會 上面是炒日本國旗了 啊 剛才你看這個 中華民國的憲法法案 1936年才提出嘛 啊 那固有疆域裡面會不會有台灣 肯定不會 肯定不會 有鬼才什麼 啊 有才怎麼樣 有才怪啦 有才怪啦 有才有鬼啊 啊 啊這個 這個 很顯然的 這1935年 日本台灣跟中國是什麼關係 這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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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是不同的國家嘛 對啊 啊有沒有可能 跑到他的縣碗裡面去 可能啊 一定不會啊 絕對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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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港嘛 啊 這個 波蘭會的一些實況的照片啊 啊 其實你看他的建築物都很有歐峰嘛 那港嘛 明治維新 啊 托亞入歐 大量西化 很多建築物都保有那種西歐的那種建築風格 包括 那天前的台北的很多建築物嘛 啊 總督府 啊 還是說那些一些周邊的建築物 欸 都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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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那種歐峰嘛 好啊 啊 不然中華民國的憲法 沒有台灣 來跟 二次世界大戰 簽了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啊 啊 啊 我們來看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下去之後 中華民國敢有欺負台灣 你看看 他 他 我們知道喔 1952年的4月28號 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對不對 同一天 美國 叫 中華民國 跟日本 簽一個 台北合約 啊 簽台北合約的中華民國代表是什麼人 他的工廠 對啊 啊 根據他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個大法官的解釋喔 那是國際條約 要怎樣 要殺他們他們的離婚 離婚姻做什麼 批准嘛 對不對 他就簽了 他就要改離婚姻 要改稅嘛 要改稅一個 結果 他在離婚姻這樣說喔 國金山和平條約 並未規定 把這些 就是台灣澎湖 倒以 歸還過中國 啊 只有這幾個 你知道嗎 台灣有受到中華民國 沒有啊 啊 立法委員就問說 啊 台灣澎湖的地位是什麼 喔 就是我們在說的 國際地位啦 他在說喔 事實上 這兩個地方 有我們控制 所以 中華民國 在台灣有沒有 當時有沒有管轄我們 有沒有管轄我們 有啊 有管轄我們 但是 是不是他的 所以在這裡 你知道嗎 古年歐巴馬 美國政府 在說 釣魚島 釣魚島的管轄是誰 日本政府嘛 但是他的主權 美國沒有做解釋 他沒有做 所以管轄權 跟所有權 會不會分開 會啊 會分開啊 就好像說 我開 我開一台車 你經常都看到我開那台車 那台車 那不是我的 不一定 對對對 不一定啊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嘛 事實上 這台車 有我們在開 但是 實際 這個法律上 他不屬於我的 就是這個得利啊 所以他不屬於我們啊 在現在的情況下 日本沒有權力 把臺灣澎湖移轉給我們 為什麼 因為日本已經把管轄權 透過就軍戰和平條維 已經放棄了嘛 所以他在那裡沒有東西 他要怎麼給中華民國 這沒有的嘛 這不會 這不能給他的啊 即便日本有意如此 我們也不能接受 為什麼 因為就現在和平條維 已經把中國的好處 寫在另外一條裡面了 所以也不會這樣子做 來 所以這個議題叫做 Chinese Taipei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比賽 韓國 在今年辦一個亞運 第17個亞運 仁川亞運 仁川亞運 那有一個開幕式嘛 對不對 那有那個 那個火炎 火炎國要進場 跟運動 這堆什麼堆 印度 印度嘛 印度 那個國旗 印度 看他的青菜 應該知道他是印度 好 這堆 看他的國旗 還有看他的這個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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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堆呢 香港嘛 香港 香港 到底 China 所以 他的意思要很快 香港是谁的主权范围 中国嘛 是中国里面的一部分 对吧 这堆呢 这堆是什么堆 这堆是什么堆 甘台湾堆 甘台湾堆 不是喔 你现在会说 不是我们这堆 以前你会说 这堆是台湾堆 你以前你会说 这堆是台湾堆 但是你怎么讨 你就讨没台湾 对不对 中国是台北 怎么会念出台湾呢 不会念出来 马英九他们就喜欢说 根据靠的宣言 台湾已经变成中华民国 如果是的话 应该要写什么 台湾斗典 在中国 是称为� Xen 中国 不是喔 代表台北 孩子 太北 我们知道吗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政府它代表的是什么人 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所以这一队出去 人家世界各国都知道 这是什么人出来比赛 流亡的中国人出来比赛 台湾人有没有出来比赛 没有啊 但是你看这台队 你会发现好像很多都是我们 我们隔壁的台湾孩子 所以身份不清楚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隔壁我们出名 就是台湾孩子 所以这一队叫台湾队 那对吗 那也不对 这种逻辑是错的 所以这队流亡中国人 派出去的代表 有没有派台湾队出去 没有 好啊 他以前我们刚才说有一个flish belief 他说 因为一国外都被PRC打压 所以才会用账一支台北这个名 但是你看这个比赛在哪里比赛 这一年 这久年啊 2004年 2014年 11月7和16和 这是21一位世界杯棒球赛 第一次在台比赛 台中 是怎麼在臺灣的臺灣要下強烈之台北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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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有派人去參加這個會員 沒有啊 有去參加會員的是在臺灣的只有強烈之台北 對啊 所以他不管對外還是對內 在國際上ROC這個流亡政府 他只能用什麼名稱 強烈之台北 強烈之台北 不是打壓的關係 是他身分的本來就是這樣子 要接受一個問題 強烈之台北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 對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在國外全世界人都知道 他的意思是這樣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意思就是中国有一个政府 他流亡跑出他原来的国家的范围 领土范围 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个地方是一个外国 他走去自己的领土 那不是流亡 没差 那变两军对峙 也是他国来 他就不算流亡 流亡就是他开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离开之后 他落脚在哪里 台北 台北 所以这样就知道 台北对这个Chinese Government 是国内还是国外 是国外 所以台湾的台北 会不会是Chinese的领土的一部分 显然不会 就好像印度的 这个有一个德兰沙拉 伊藏流亡政府 西方西藏流亡政府 他在德兰沙拉 他就用TBET 在德兰沙拉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看嘛 德兰沙拉跟这个西藏流亡政府 他们是什么关系 也是外国关系 也是外国关系 所以从名称上就可以知道 台湾的台北 或者是台湾 对于这个 中国的流亡政府而言 是 是本国还是外国 是外国啊 是外国啊 所以有很多的 印证 从他们的宪法 从台湾博览会 和他的名称 还会参加比赛的 这个球队名称 你就可以发现 台湾根本就不属于ROC 好啊 但是 混淆还是持续啊 包括说 这个 中华民国被人振高 啊 新闻记者也说 他跟台湾振高 啊 这是典型的混淆嘛 啊 但是 跟他振高的对方 跟比赛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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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 他跟什么建高吗 他知道 他跟谁人振高吗 他知道 知道啊 人的中东副 人的中东副办公室啊 18年来 我们以中华民国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干比赛 他知不知道他跟谁建交 我知道 中华民国啊 他有没有跟你台湾建交 他没有建交 怎么会有断交 真的没有啊 啊 为什么 中华民国 他会持续被人家断交 那个也是因素啦 啊 当然啦 他会振高 他后来 他都会三个理由 很廉价的理由 就是说 都要把他打钱 他不要给他 你知道吗 最近是 你每次看到 只要是 跟一个一些国家断交 尤其是这些小国家断交的话 你如果说 都要爱钱 我不要给他 好 都是这个理由 但是呢 你看 自从他们 开始流亡 1949年开始流亡 很多国家陆陆续续跟他断交 包括英国 日本 日本在1972年 澳洲也是1972年 在1972年 就是中华民国 蒋介石 去用特殊联合国 那年 你来到1979年 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韩国1992年断交 你这几个断交的国家 有说是因为 这几个国家 中华民国 投资 中华民国 有电器 不让他断交 那不是这样 不是啊 所以很显然 中华民国 他为什么会一直面临 被人家 不承认被人家断交 是因为他的什么 对 因为他是流亡在外 流亡在外 他不可能会被人家承认 所以 我们 中华民国 有这个 流亡政府 可不可以 就地合法 不可以啊 他不能就地合法 他不能再 属于日本天王领土的外国 就地合法的话 那他这个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 这种行为 会不会被人家持续承认 不会 所以断交 会必然的 最后他的 最后他的邦交国 会变成什么 零 会变成零 最后他会变成零 好 那算下去 这个 我们知道 他对我 他对我 都没有信任 他 他最后他的邦交 会变成零 但是 他要怎么解决 中国民国 台湾 他自己的困境 我们刚才有说 他的行为 里面是什么 统一 对不对 统一 才能够解决 流亡中华民国的问题 不是解决 台湾人的问题 是解决 流亡中国人的问题 他对我 都让人回去 他在台湾 他在台湾 他还面临台湾民政府 要把他拐走 他拐走 他拐走 他如果没有地方好去 他要去哪里 回归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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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怎么做 就是这样 马英九上台之后 2008年 520上台 6月1号 派吴保险去中国访问 他访问之后 他访问之后 其实访问应该说很多话 但是他独独 就跟他要报这句 我觉得大陆不可能 对我们射飞弹 那意思是什么 中国会不会用武力 来拐救这些 流亡中华民国的人 不会 所以 接下来 6月19号 马英九就跑到金门 跑到金门 金门的县长 说要拼光光 所以要求马英九 你要撤军 你觉得很奇怪 按照中华民国 憲法的体制 外交军事 是谁的职权 中华民国总统的职权 怎么会轮到地方政府 来跟他讲 你要撤军 体制上不就很奇怪 但是呢 马英九 他们就 有金门县长做球 顺势就推下去了 来 顺势 开始推 2009年 宪兵司令部就取消 开始了 他要回去了 对吗 你的后 后 后有追兵 是 头前 国家都没有要先进 要解决 他在这边 不适当的身份 他就是要回去 要回去就开始 开始一些军队都要撤 因为他总是要把武装全部解除 他才能够回去 不然你身上还背着牵 背着大套 你要回去中国吗 这样也很奇怪 对不对 你看 现在这些 宪兵司令部裁册的法令 这些去查就都有 后来宪兵学校废除 宪兵学校废除 这2014年的三个月份的 那些新闻 宪兵学校废止的法令 法令也废止 后来 2014年的4月17号的新闻 金门在撤军 存不到三千个 民家存不到三千个 后来到六月份的一阵 大二胆就即将要撤军结束了 要打包 然后交给那个金门县政府 最后6月30号 今年六月三十 大二胆就正式移交给金门县政府 所以他是不是逐渐在卸除他自己的武装 那流氓政府可不可以严格武力 不可以 就好像印度德兰沙拉 那个西藏政府 他如果排兜排床 你想说印度政府敢不容忍 应该不会容忍 突突奇怪 流氓总统来台湾 排兜排床 那台湾人又如何 要容忍 这很奇怪 所以说他就 他就变跳个蓝头上 他就变跳个蓝头上 不然你说 他们这种流氓的人 应该是要被我们 局限在固定的场所里面 不可以四个趴趴走的 好 啊 他再来 你有没有怀疑过这个名称 这个 WTO 这个WTO里面的网站 他有告诉你 你要加入WTO WTO里面 他这个 How to join the WTO 他会说 一个国家 Any state State的主权国家 All customs territory 不是国家 但是 它是custom territory 叫做关税领域 只要是国家的 或是关税领域的 他都可以来加入WTO 只要遵守他的规则就可以 好吧 你注意看这个名称 这个 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 of 台湾 澎湖 金门 马祖 诶 诶 刚才在这边 秘书町府 稍微有说到 是怎么 这个名称 台湾 跟这个WTO的名称 他会漏漏等 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要把金门马祖标出来 你如果按照以前的生活 不是都做会叫做台湾 但是去加一个WTO 竟然名字把它分开 会变成说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这其中比喻什么 英国 其中比喻英国 对啊 来 我稍微解释一下 台湾澎湖 有没有属于中华民国 没有 金门马祖的领土属于哪一国的 中国的 台湾澎湖属于谁的 大日本天皇的 对啊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国家 里面 但是他们现在 都有一个 占领中 有一个管辖 共同管辖 但是他们这两个领土 这两个不一样 性质的领土 可以黎黎做一会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黎黎做一会 不可以黎黎做一会 不可以黎黎公众 变成一会 不可以 所以旅王政府不能 不能就地合法 啊 占领不能一专主权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就卡住 这四个地方就不会结合在一起 啊 你只要看 台湾澎湖 是大日本帝国的天皇 因为战败被军事占领之后 分离的领土 所以他才叫separate 分离的关税领域 金门马祖呢 是不是因为战争 中式战争的结果 不是 是因为中国 国民党 跟共产党 他们内战之后 分离出来的 让这流亡中华民国 还在管辖的地方嘛 所以这两地 是中国的叛逃的领土嘛 所以他是叛逃的 但是他是一个 关税领域嘛 是中国领土下 被中华民国管辖的 分离关税领域啊 所以他们两个性格不一样 代理是这样 所以他的名称价会漏漏漏漏 但是WTO 是不是主权国家才可以加入 是 刚才有说 主权国家或者是关税领域 就可以加入WTO 所以这是很纯粹的商业活动 好 再来一个 台湾关税法 在这里 必须也有说到 台湾关税法里面 规范的是哪里的 哪里 适用台湾关税法 你注意看 台湾关税法 这个字眼的话 它包含了底下这几个概念 第一个 如果是按照 这个 这个地理位置的话 它是指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Pascadores 台湾跟澎湖 群岛 没有啊 有没有金门马祖 没有喔 所以台湾关税法 有没有适用到金门马祖去 没有 再来的是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在这个台湾跟澎湖群岛上面住的人 住的人 所以后边这句就是法人 法人后就是 在台湾上面的Governing authority 就是管理当局 管理当局 不是政府 不是Government on Taiwan 是Government authority 所以有没有政府 没有 这个管辖的不是政府 它只是一个管理当局而已 这个管理当局 它在1979年的1月1号以前 被美国承认为什么政府 ROC 被承认为ROC 或者是说自1979年1月1号以后 他的继任者 都叫做Government authority on Taiwan 所以 台湾关税法里面 一 很明确 美国很清楚 他的占领地 有没有金门马祖 没有 没有 你这样想就知道 美国 美国 他有可能去占领 跟他同盟国 中国的领土 这样想就知道 不可能 所以金门马祖 那两个领土 是蒋介石他们 内战 还 中国内战 还留在他手里面的 那个残余领土 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性质不一样 好 来 看这个 这个铁铁铁 把它点一下 这个铁铁铁 看这个 领海基线 台湾麻烦一下 把它点一下铁铁铁 上面 那个 好像常常在新闻当中 有看到我们这个渔船 是不是没有许可 所以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 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 那么这个海域上面 到底是怎么样划分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 包括哪些地方 这个是五天前 行政院所公告修正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 结果看到了 在这个 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 也就是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 是我们自己的领土 诶 奇怪了 另外一条虚线呢 这条是归于大陆的领土 结果我们看到了 马祖啊 金门啊 怎么现在都变成了大陆的领土了呢 现在内政部长江一化表示 一年之内会进行二度的修正 这个领土要搞清楚 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 都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 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 跟海巡署却互相踢皮球 都说这个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 那谁来管 国防部这个样子是相怨啊 报委没有相怨 因为所有的海巡 执法的单位都是海巡署 国防部怎么会这样讲呢 刚刚讲的 不可能啊 那个权责很清楚嘛 国防部会这样讲 国防部推给海巡署 海巡署又推出去 护踢皮球的议题 原来是行政院18号公告修正 中华民国领海极限 只有台棚 钓鱼台 东沙和中沙等岛屿 金门 马祖都没有包含在内 反倒是被对岸的中国大陆 列为内海 蓝绿立委都同批 你让我们的军人驻守在金门马祖 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样子 虚虚的感觉嘛 这种东西 国防部 当即立断 非常的严正的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认为不会得罪中共 因为毕竟这是个台海的现状 你的马云九政府 已经放弃金马的领海基线 人家让中国不费一兵一卒 就直接取得金马的海域 这次话题是由内政部报草案修正 部长江一画以钓鱼台可以各自主张 所以化入我国 这和金马的情形不同更引来炮轰 突然修正领海基线范围 却依旧没有将金马列入 牵动政治敏感神经 这样一画赶紧补充 一年内会二度修正 把金马划入领海基线的范围 中立新闻综合报导 这是2009年的新闻 请问一下 这领海基线有改吗 没有改 为什么 你看看 新闻记者嘴念 什么领海基线 中华民国领海基线 但是他 他是什么 台湾领海基线 很典型的 他把台湾跟中华民国联作会 他还持续要混淆台湾人 但是就这件新闻的本身来讲的话 台湾跟台澎跟金门马祖 他是分属不同国家的领土 他有 他刚才赖清德他在咨询的时候 他说 金门马祖是我们管辖 这钓鱼台不是我们管辖 我们就能把没管辖援入 是怎么把有管辖援入 所以很显然的 管辖权跟所有权 搞不清楚 管辖权跟所有权搞不清楚 你怎么看 这个新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把台湾的领海基线划定之后 然后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主权 领土分属不同人的 这种事实 他故意弄个海巡署跟国防部 两个在那边推卸责任 然后把这个新闻的焦点转移到 两个人在卸责 踢皮球 大家总要在那看笑盔 把他看笑盔 但是这个很严肃的 这个领海土地 分属不同国家的这个事实 大家都这样子看了就要过去了 看了就过去了 从这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 马英九他们的政府 清不清楚 台湾跟澎湖的领土所有权 归属的问题 非常清楚 所以他 他不会把台湾跟澎湖 跟金门马祖画在一起 你如果把台湾澎湖 跟金门马祖画在一起 会产生一个笑话 那个笑话就是 马英九他们 这些中国人是不是比较仇日 对不对 他如果把金门马祖 画在台湾澎湖 或换回里面 那会变成金门马祖 他们变谁的领土 变台湾这边的 台湾属于谁 日本大日本帝国天皇的领土 他们又仇日 又把两块岛送给天皇 他自己不是自打嘴巴 对啊 对不对 他可不可能这样做 不可能啊 国际法案他也不能这样做啊 所以 这件事实2009年 就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现了 但是 大家也不需要注意到 所以从这里 知不知道 中华民国这些高官 清不清楚 他们的地位 清不清楚台湾的地位 都清楚 都清楚 所以最近的一些新闻啊 包括那个 很多 他们那个 中央级的阁员啊 都陆续在辞职 陆续在辞官 那边交通部长啦 那边夜匡 那边夜匡时啊 一堆开始是 是到现在连金部长也是啊 啊 啊 你看那个 之前不是那个 刚刚一月一号 美国的那个双向元 啊 他们去行那个 中华民国国旗 有没有 啊 啊 美国就要说不行 啊 啊 不然他们那些新闻又报道 那是那个 他自己自己 都没有经过学的同意 自己生的啦 啊 你如果把他 你如果 如果清楚 中华民国要结束 啊 你就发现 那是他们 最后的一次什么 生起啊 啊 纪念他们最后一次的生起啊 啊 看得清楚啊 好 啊 啊 这个 因为 金融妈祖跟台湾 是不一样 离世 所以 住在上面的人 他的国际 跟不一样 不一样 来 那来看 这个 鸭皮 不管去干嘛啦 反正一定要办美签就是了 结果现在呢 怎么搞的 中华民国的护照 拿去AIT 半美签 结果被归为是中国籍 这就发生在金门人的身上啊 那么福建省金门县嘛 所以AIT就通知美国学校 说把这位小姐的户籍 改为China AIT解释 这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只是福建省的金门 马祖都会直接归类中国大陆哦 就是因为护照本上的这行字 出生地福建省金门县 惹来一肚子气 因为许小姐打算赴美深造 日前到AIT办理美签的时候 因为护照上显示 属于福建省金门县 AIT的电脑系统 直接把许小姐的户籍登记成为中国 还要求美国学校方面 也得将许小姐归类为大陆籍 让人气炸 当地民众不满 立委也抱怨 国籍问题长期遭到吃豆腐 但AIT双手一摊 认为没啥不妥 如果是金门就是福建省 就是三十多年以来 有这个情况 去福建省他们也有台湾护照 这个 没有什么改变 不好意思 外交部强调争取多次 但简单的电脑程式问题 却让金马地区民众饱受困扰 被逼着 每回赴美 都得充当一次 大陆籍人士 专社转成一帆 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是充当吗 不是充当啦 本来就是 对啊 啊谁魅于事实 这个新闻里面 只有一个没有魅于事实 谁啊 AIT的关系 他没有魅于事实 全部里面都是魅于事实 全部都搞混了 这搞混的原因就是 中华民国在台湾 他们看待金本马祖 跟看待台湾澎湖 他们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同国家的啊 所以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新闻里面 你就会发现 美国不清楚 非常清楚 只有谁不清楚 只有谁不清楚 美于事实的 所以美国他非常清楚 福尔摩沙加澎湖 才叫做台湾 金本马祖叫做中国 在这 1995年 其实英国就非常清楚了 因为他们在西海院 有讨论台湾的问题 他就 英国外向爱登啊 和华领土变更不叫窃取 这是说开楼宣言 如果英国向世界主张 台湾的地位 跟大陆沿难主导 就是台湾澎湖 跟金本马祖 主导一样的话 也不会增进 他们跟北京的关系 更何况事实不是如此 因为大陆沿难主导 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在说金本马祖 1995年 英国有清楚吗 很清楚的 你知道吗 那就是中国的 但是在这半个世纪以来 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清不清楚 也非常清楚 好 那时间就够吃了 以上文章